Hark the hell, o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Peace on earth and mercy 各位,今天的主题呢 各位都知道只有四个字 时候将到 什么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带着很期待的心 要铺路心的一年 但是各位真的要知道 现在什么事情 正在影响我们的心灵 我看这个世界呢 也特别这个世人 现在看事情 想事情是越来越直接 但是对自己灵魂最重要的东西 看不到,想不到 特别跟人的灵魂里面 得平安,得永恒 能够看到神的同在 也知道神的旨意的事情呢 不要讲是教会外的人 也教会内的人 也常常看不到 各位思想一些东西好不好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时间是越来越短 是不是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呢 不是 圣经说人活到七十八十年 但是现在的人活到九十年一百年 其实不是人的寿命短 但是呢 我们活在一个 好像天天有变化无双的事情 新的情报 新的体验 新的看见 有天天临到人的生命 很多时候呢 我们来不及思想呢 有些东西就来了 有看一个新闻 看一个报道 看一个医学常识 过了 然后又进来 又进来 所以人的心灵无形当中 有一直被新鲜的东西满足 或者被刺激 所以来不及想什么 时间就过了 我以前小时候呢 我总是觉得一年很久很久 到底今年几时结束 现在是一眨眼就过了 然后我问我的女儿 你会觉得时间很夸张很快 她也很快 我说我在你的年级的时候呢 我等了很久才过一年 从新年一直到圣诞节 但是她也说很快 其实不是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但是太多的事情 资讯情报 一直临到人的生命 所以相对来讲 人感觉很短 各位注意听 当人感觉自己的时间很短的时候呢 人的私欲就会被挑动起来 各位人性是这样的 多弱的人性 时间这么短了 这么多新鲜的事情 有这么好玩的事情 有这么容易发财的 现在不玩几次玩 现在不成功几次成功 现在不发几次发 对不对 所以很快新年要到 新年的时候 农历新年人家就是说 What啊 对不对 What 为什么What啊 其实呢 人是好像在 有一种环境情况里面 每一个人都很想要一样东西 然后心灵很被刺激的时候呢 一个私欲被挑动起来 但是自己要得到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只有很直接看到的 这个好处 这个利益我也要得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所以我跟各位说 当人进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事实的根基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永久的 然后呢 以自己肉眼看的 直接想的要得的时候 很危险 实在是很危险 你很危险 你的后代很危险 然后你把这样的价值观传下去 然后一直叫人 给人有一些梦想 有一些理想 要快速的成功 快速的达到理想 快速的要经历更强烈的刺激 所以各位 现在人看的节目 有网机网络 有看的东西 都是要刺激 有被刺激的 能够叫你动怒的 动欲情的 人很喜欢看 人就转发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形当中 活在这个光景里面 然后时间就过了 然后这样过了 我跟各位说 这个时代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没有想到原来人已经慢慢被形成了 所以我们人现在很多的不平衡感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只有好像有一种跟风 好像人都要的我也要 人做的我也做 但是有些人说 牧师我绝对不会被这个世界 我不肯疯 我自己 我要走自己的路 我不会被这些东西吃掉的 你真的不被吃掉吗 很多时候你看到别人成功的心 心里不平安 对不对 很多时候呢 你看到人得到什么 你自己得不到的时候 你自己很 你慈悲 然后你自闭起来 然后你就要保护自己 其实你就讨厌这个世界 也不能 人也不能这样活 我们不是活在世界来讨厌世界的 我们是跟这个世界要分别的 我们是跟罪人在一起的 神教我们跟罪人在一起 跟堕落的文化在一起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堕落的文化 我们怎么按着神的真理来判断 这个事实 但是呢 各位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跟不上这个东西 教会的信息 现在还是很多 就是留在一个抽象观念性的东西 我们来教会做基督徒 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做基督徒呢 要怎样的做善 做好保证 没有错 各位 这些话是教会都教导 按着神的话教导的事情 但是呢 教会要从神的道 认识更深一点 神的道说 人的心灵的光景是变成怎样 它怎样的快速的走向灭亡 这个世界是怎样影响人的心灵的状态 然后没有的疫情 现在末世时代就生出来 所以很多的通信念的意念 精神病的症状 慢慢临到人的身上 人越来越跟不上的时候呢 变成很自卑 很自卑 极度的那个光景的时候呢 但是还是不面对事实 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现在心灵的整个光景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要讲出来的东西 教会讲出来之后呢 圣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 为什么需要神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 所以 最近我跟师母说 我发现现在人不思想东西 人不思想东西 因为情报太多了 就什么来接受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成为一个潜意识 潜意识里面就推动他 带领他 那有一些人很有思想 但是也思想不到 因为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 各位你要重新回到神的话 认识 神告诉我们 尤其是在末世时代 怎样的事情要发生 时候将到 什么事情要发生 各位有人特别 我说 不认识两样东西 第一 不认识自己正活在怎样的空间 我认识啊 我认识我的空间啊 你认识的是看得见的空间 你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这样的事情 接触的人 我认识 但是你只有被这样的空间 来影响塑造 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空间 现在你天天听到的 咨询情报的这个空间 人群里面 其实有看不见的空间 正在影响你 也借着旁边的人 事物影响你 什么空间 圣经说到 有一个看不见的空间 是人的肉体 flash 不是这个身体 flash 有一个欲望在里面 人有罪 罪性在里面 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东西 有撒旦 有仇敌 一直暗示人的 那这些空间 他们在做 圣徒是只有看 直接自己的环境 什么 没有钱 要努力赚钱 人都不喜欢我 就讨厌人 只有在这样的空间活 但是谁造成这些东西的 人贪心之间有欲望 人就贪心 要偷别人东西 有想法 要多得 要得到什么 有这些意念在影响人 然后人做出来 那东西来的 有灵界 有罪 有私欲 有撒旦的引诱来的 会有一个空间 一直在影响人 叫人一直忘记事实 然后被新的东西填满之后 忘记最重要 对自己灵魂最重要 对自己孩子的灵魂 最重要的东西 就现在的空间告诉我们说 现在怎样人要成功 人要有学历 人要有很多很多的 要上进 这些东西全部给人 但是最重要的思想 没有给他 你活在这样的空间 什么东西在影响 你的心灵 你的思想 空间的事情 OK 这个东西 第一 第二 人不认识自己的时间 直接的时间 因为一直被很多新的东西消耗 人的无形当中消耗时间 各位看 我们浪费很多时间 有时候网络里面买东西 买这个买那个 省这个 省这个 省一点点浪费了很多时间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一看这个internet里面 晚上其实最重要 要祷告的时间 早上起来要安静的时间 你一拿了手机之后 你的前面一两个小时 没有了 然后你的思念里面 都是被情欲影响 被一个情欲的东西来 恋慕着 然后你过来 起来 然后遇到人 心情不好 然后看到为什么这样多事情 然后你浪费整天的时间 然后你这样过了一年 两年三年 然后你被形成了 有一种习惯 浪费情绪 浪费时间的那种习惯 然后这样过了十年 二十年 各位 这个时代会这样吞吃信徒 会杀掉你们的信心 你们要知道 时候将到了 时候将到 主耶稣这样讲 时候将到 什么时候 如果要过新的一年 时候将到 什么时候 我告诉各位 人子来就是要除灭 他的作为 魔鬼 他的工作 他的权势 罪有权势 他有权势 私欲有力量 要除掉这个东西 那魔鬼 人子来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人子后来说的 最后最后 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讲几句话 时候将到 时候将到 每次圣经讲 时候将到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 快要发生 有个新的风潮 新的事情要临到人 所以在灵界里面 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 你们没有警觉的人 忽然间临到你 有一个风潮临到你 所以你就被 行程 被思想 被空绑了 但是时候将到 还有什么 时候将到 在灵界里面 除了邪灵的工作 还有圣灵的工作 天使天驱的工作 所以时候将到 圣灵的工作 会很强烈 很猛烈的做工 忽然间来的时候 其实是跟着什么 其实圣灵的工作 是绝对胜过邪灵的 绝对胜过黑暗的 胜过罪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当圣灵很强烈的 向人显明的时候 你要打开你的眼睛 你要警醒起来 所以主耶稣每次 时候将到的时候 是黑暗笼罩的时候 特别黑暗的时候 但是时候将到 神也会这样的做工 借着圣灵来做工 有这样的信息里面 听了还是睡觉 还是在乎自己的感受的话 没了 没有了 你就是走向 罗德的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 我跟各位说 我是走了 整个半个世界回来 我看到人的样子 各位我不是单单看圣经 讲信息的 我是看圣经 然后读人的心灵 然后看到一种群人 他们的想法都一样 他们的欲望都一样 他们受伤的样子都一样 看到的时候呢 就真的是私欲控制人 邪灵暗示人的 那个光景里面 然后人的生活举动都一样 追求的都一样 然后好像robot这样的 机器人好像被控制 想这个 每天时间画在这个 然后这样结束 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今天最后一个 今年最后一个 事后将到 你们有些人现在不会理解 我不是为什么讲这个信息 最后你们会了解 有一天你们会了解 也盼望你们快快了解 如果在这个事后将到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警醒的话 感谢主 在最黑暗的时刻 你生命里面发出的光是最亮的 在那个时刻 你会给这个时代答案 你在这个迷茫的世界 人什么都 医学也懂 科学也懂 什么社会学 哲学也懂 神学也懂 什么都懂 但是不能判断 哎呀 问题来了怎么办 实际的问题怎么办 家里的问题怎么办 不懂 只有头脑懂 但是你没有答案的时候 人的心很冷 人的心没有去向 很迷茫 但是什么都懂了 怎么办 什么都懂了 所以懂了被控告 懂了惧怕 那那个光景里面呢 上帝一定会醒起 有一些人 他们认识真理 他们认识圣灵 然后他们会向这个时代 讲出他们需要的信息 主在灵的信息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这在2016 2017 2018 你们看 神的仆人讲的话 有没有做出来 成就出来 飞机到美国的时候 闻到美国的味道 飞机到中国的时候 我闻到中国人的味道 飞机又回本国 回到新加坡 又来新加坡的味道 你们懂为什么用味道 闻都知道了 不用看 闻都知道 人讲的话 人的词语 向往 是什么东西 但是各位不一样 各位有神的道 各位有圣灵 上帝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刚过圣诞节 祂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了 为什么要以马内利啊 因为人在这样迷茫的 最黑暗的时代 看不见神 看不见答案 没有答案 以色列里面 都有摩西五金 但是看不到神的光景 所以那个道唇肉身 来到地上 跟我们在一起 今天我前面跟各位说 时候将到 有五句 我们主耶稣基督讲 这句话的时候呢 下面他讲了 有一些话 我们一起来探讨 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 第一个经文 约翰福音 都是这个约翰福音 取之出来 第一个经文 四章二十三节 我一句一句读 然后呢 我们解释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跟谁讲的这句话 各位圣经很了解的 马上是什么 撒玛利亚夫人 对不对 跟这个妇人所讲的 那撒玛利亚夫人 也有以色列血统啊 撒玛利亚夫人是怎样的人 她也有一些宗教观念啊 她也懂 我们这个山上雅各的井 我们在北伊色列人 我们的祖宗在这里 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人 那到底哪一个地方拜神呢 所以他是问上帝 问我们的主耶稣 有关形式的东西 但是主说都不是 你们要拜父的 现在已经到了 我已经来了 我把父显现出来 你们要拜父的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今天很多人去 去哪里拜上 只有去教会拜上帝 去 早上的时候祷告 这样拜上帝 用嘴巴拜上帝 但是上帝说 不是这样拜父的 你们是只有这样拜了 之后呢 然后过后 你们实际的生活 是靠自己的 你们走自己的路 安排自己的人生 设计自己的经济 全部都是这样走的时候 上帝说 然后你这样来教会拜我 所以这个时代会过去的 这个时代会有咒诅出来的 所以教会的问题来的 教会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生命没有发光的问题 全部的分裂都是在教会里面 然后呢 没有办法把光带出去的 那个光景 神说 你们要拜我 你们要用心灵拜我 心灵不是在教会 不是在一个环境 不是在有一个时刻 你用你的嘴巴讲 主我赞美你 心灵是什么 24小时 对不对 你的24小时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有上帝在那个地方 有上帝的同在 你要寻求他的同在 来顺服他 这个就是用心灵来拜我 有些人说 牧师我很喜欢你的讲道 你每次讲到 人的心灵里面的东西 我也是心灵的 所以我感觉神的爱我 我感觉神会祝福 我也用心灵来仰望他 各位 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 用心灵和诚实 诚实 诚实是什么 牧师我也很诚实 我很诚恳 我也拜神的时候 我也很诚恳 你诚实的意思是 你一定要有真理 你没有真理 告诉你 神是谁 你是谁 万物是什么 你跟万物的关系是什么 你的人生 你的永恒是什么 如果没有真理 你给上帝那个激情 上帝不接受的 上帝不是要你的诚恳 上帝要你信从真理的那个心灵 这个叫心灵和诚实 有真理的心灵 然后用这个来看见他的存在 他的座位来拜他 顺服他 时候讲到 现在就是了 那道成肉身 活在我们中间的 要我们这样拜 阿们 阿们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听了这个东西之后 每个人是马上要检讨 我是在宗教信仰吗 我是宗教信徒 宗教信的基督教信徒吗 我是只有来教会 然后过后呢 我做什么决定 厨师的时候 是没有跟今天教会里面 听到的神的道 连接起来 那个地方是 如果你今年有一个检讨 有一个反思 感谢主 你明年会不一样 第二 各位 然后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下一句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讲到 现在就是了 又来了 对不对 圣子道成肉身的事情 把父写明出来 现在就是了 使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 就要活了 各位这个经文 各位看的话 这个死跟活 死讲的是什么死 不是肉身的死 听见儿子的声音 对不对 死的人能够听见 所以我死了 我耳朵怎么听见 对不对 一定是人 肉身还活着 但是讲的是灵魂的光景 所以灵死的人 能够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这个灵又活了 能够与神交通 与神同行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 讲到人的重生 重生 你们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主耶稣这么说 对不对 重生的事情 所以人来教会 很多 嘴巴赞美神 很多 教会里面 很多人听到 也讲 耶稣的名字 很多 但是呢 现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重生 他们有没有重生 所以教会要反思 当我们讲出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带出神儿子的声音 神儿子就是他的福音 还有声音 讲的圣灵 对圣灵的工作 对不对 基督的福音 所带来的神救赎的声音 然后听的人变化 从死的活起来 这个事情是最后 也是特别基督 这样是然后现在 特别末世时代 末世 特别 圣灵要做的工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教会里面 现在口圈耶稣的人很多 但是没有重生的人更多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光景里面 所以特别 时候将到 在那个时候是怎样 现在最后的最后 也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 上帝要做这样的事 叫人重生 那你听了就OK 这样听了 对对对 人要重生 这还是一个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 要确认 那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要传的信息 我们要牧养人 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 加人祷告 是祷告什么 传什么 叫人重生的信息 教会的信息要传出 有区别性 有区别性的 叫三阳听不懂 叫绵阳能够听得懂 有区别 重生 叫人得生命的信息 不是求福神学 成功神学 来教会 健康 财富 什么都平安 就这样 那你怎么能够去别 他有没有听到 儿子的声音 他有没有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当今教会有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也有时候 各位看我 牧师部道会的信息 牧师部道会的信息 是每一次 把人的问题 罪讲出来 因为人要知道罪 然后知道罪的光景之后 他需要基督 那个时候 他心灵有一个反转 那个才是 真正的有重生在他身上 如果有基督教 也教人做好 教人也行善 也可以祝福你 安详安康 我接受 他接受 但是没有重生 没有重生 各位了解吗 这个重生很难讲的 因为这是生命的东西 但是主耶稣来到 以色列的时候 并不是他们 不知道耶和华上帝 但是主耶稣一直讲 叫人活的信息 叫人重生的信息 这是我们教会 也弟兄姐妹 要传讲的 要做见证的 要为我们孩子祷告的 叫他们听见 儿子的声音活 时候将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圣灵要做这个工作 那圣灵很迫切的 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看到 你留在现状 那就是说 你不能跟上 圣灵的工作 听得懂这句话吧 你要跟上 参与他的作为 在末世时代 很多人被蒙蔽的时候 但是你是在牵头 你是能够辨别 这个时代的人 等一下我跟各位说 各位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可以做 这样的事情 你就是这个时代的渔民 然后第三 还有什么东西呢 时候将到 各位越来越靠近了 第四章 第五章 但是第十六章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 当天他讲完了这个之后呢 他就被抓上十字架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叫最黑暗的时候 最黑暗的时候 主耶稣讲的话 就是象征什么 在他再临的时候 也会最黑暗的时候 所以他讲了 第十六章二节说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我会不会把你们赶出会堂 会堂 礼拜堂 宗教徒在的那个教堂 只有在乎自己的权力的那种教堂 在乎教权的教堂 人要把你赶出去 实在是这样 人不会接受 像我这样的道 很奇妙对不对 人会把我 你们会不会把我赶出去 有一点 不是你讲到我 没人讲到我们 我们真的受不了 把你赶出去 试试看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 就是以为是 侍奉神的 他们认为 自己是按着神的意思来做的 他们会杀 所以杀呢 肉身的杀也有 对不对 但是这里很奇怪 但是这里很奇怪 不是讲 埃西斯杀你 这里是讲教堂的人杀你 各位 很奇妙对不对 所以这个杀的意思是什么 他会拒绝你 他会逼迫你 他不接受 你的道 把你定为异端 有这样的事情 很奇妙对不对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 侍奉神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是你是不是 跟从主的 就两个 你可以知道的 我是跟从主的 世界 要跟从世界的人 要随从肉体的人 一定不喜欢我 他们 所以周围的人 你的空间 你的环境 会逼迫你 那么各位 有很多在教会的基督徒说 牧师我们也很多苦难 我们也受尽了很多苦楚 我真的是跟从主 但是我还是很苦 我还是很痛苦 各位注意听 现在我要讲的是 你受苦 不代表 你是因主受苦 你也可能会因你的私欲来受苦 各位了解吗 你的苦 是因为你跟从主 要随从主的旨意 要传福音 要活出基督的荣耀 来受苦 跟 哎呀 钱不够 我很受苦 祷告了很久 主委没有听 我的孩子的问题 哎呀 人人都不爱我 就不喜欢我 去到哪里都很多问题 这精神很多问题 工作也很忙 很辛苦 很压力 很受苦 那个受苦 那个的苦 还是苦 因为 那个的苦 没有炼进你 你受苦 不代表你被炼进 听得懂这句话吗 上帝 许可有些苦难 在我们身上 那个苦难 是为了 叫我们 死去自己 你现在苦 是因为你抓住自己 我要 我要的 我要被承认 我要多得 我要成功 所以呢 那个苦 打击你了 你还不放我 还要我要的东西 所以更苦 那个苦没有停止 但是真正的苦 来了 主啊 我知道 为你受的 我知道是你给我的 我领受 然后你被炼进 失去你自己 放掉你自己的欲望 的时候呢 你反而自由 各位了解吗 你反而是自由的 所以你受苦 不代表你被炼进 这个是教会里面 没有好好教导 就是说 你受苦 很多人受苦 因私欲受苦 但是我跟各位说 我们都是因私欲受苦的 我们都是软弱的 对不对 我们很多时候 各位看圣经里面 很多受苦的人物 对不对 他们也痛苦 对不对 像南阿米这样的 失去丈夫 失去孩子 对不对 因为生下 受苦 但是的确神的子民 所以我今天 不是单单来谴责 大家 因私欲受苦的 我要讲的是 如果你是因私欲受苦的 你要将你因私欲受苦的 那个事情呢 转为 我要为基督受苦 主啊 这个世人都因 这个东西痛苦 世人都因得不到爱痛苦 主我要因 你的爱来满足 主啊 世人都怕 未来没有结果 所以没有去向 很迷茫 但是主啊 我要把我的前途 交在你手中 虽然有苦 但是主你炼净 所以你把 为私欲受苦 转为为基督受苦的时候 能力就会来了 圣灵扶持的能力就会来 有一种天国的喜乐 平安就会在你的心中 那时候你就知道 生是真的 这个还没有转之前 很难的 圣灵是抽象的 圣灵的能力喜乐是什么 就大家happy一下 Christmas day 大家happy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当你把你的私欲的苦 转为为基督的苦的时候 连你身体的疾病 病痛里面 很奇妙的 另外一种能力 支撑你 扶持你 这就是我们 听到这句话之后 我们知道怎么确认 我们知道 主啊我已经预备心了 但是我不要被我自己欺骗 我不要被私欲欺骗 我要把所有的苦 转为为基督的手 阿们 非常重要的话 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感谢主啊 我们主是 他讲最后的话给门徒 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些话 各位在看 第四 然后讲了这个 逼迫来的时候呢 主说这些事 又继续讲下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很多的事 对不对 有关天国的事 有关神旨意的事 很多的事 他是用比喻来讲 神旨意的事都用比喻 救赎的事都用比喻 但是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又时候将到了 然后说什么 不再用比喻说 乃要将 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各位 一看到的时候 马上想到什么 马上想到什么 是有圣灵很强烈的 会向人显明的 对不对 在幕后的时代 有圣灵 各位比喻是什么 通常比喻是比较 有关天国救赎 神旨意的奥秘 比较宽阔性 概论性的讲 因为那个时候 基督还没有经过 死而复活 宝座升天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些属灵的东西 上帝宝座的 一个奥秘的东西 他的永恒的 不能直接用一句话 来讲明 所以用比喻讲的时候 叫各位思想 自己看 到底这个比喻 是什么意思 不能直接这样讲明 这样人的思想 马上跑到一个地方 被局限起来 比如说 天国就好像 宝贝藏在地里 好像一个比喻 藏在地里 所以这个宝贝来的 发现的人是怎样 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埋那块地 为了要得那个宝贝 那这个宝贝是什么 这个宝贝是基督 这个宝贝是福音 这个宝贝也可以说是 信从福音的主的羊群 一个生命是代表全世界 比全世界更重要 对不对 都可以说是宝贝 宝贝 那一个人 所以要思想 然后变卖一切 变卖什么 所有的来要埋这个 这个是用比喻讲 让大家自己思索 对不对 但是在末世时代 在时候将到的时候呢 圣灵的强烈的感动来的时候呢 马上告诉你 你还抓住什么分土 你的孩子是你的偶像 钱财是你的偶像 你的什么是你的偶像 那个东西变卖 然后你要得到什么 得到基督 得到神的子民 他们是谁 他们在你的旁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不再用比喻跟你们说话 我把神 父神 祂的公义 祂的慈爱 祂的执意 祂的什么 直接向你们显明 很直接的 所以圣灵会 也是一样的 到最后 主耶稣已经三年半 跟门徒在一起了 祂就 最后的话 明明的 明明的跟你们说话了 再给各位一个比方 比如说以前 我们门徒 主耶稣培养门徒的时候 天国就好像一个人 拿了一笼鱼 对不对 一个网 就是杀网 然后得到一笼鱼 对 然后又好与坏鱼 对不对 好与坏鱼 天使会来 把好与坏鱼 就分开 对不对 拜子 麦子也是会分开 对不对 这个是很抽象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 是这样吗 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 在末世时候 时候将到 当你把神的道 传明的时候呢 你会看得出 谁是好与坏鱼 神自己会区分 用他的道区分 所以不要信基督的 只有来教会 得到什么 暂时的祝福啊 这些人呢 慢慢会走 他们听不懂 永生之道 所以在末后的时代 圣灵的强烈的工作 我们的嘴巴 讲出来的话 我们的心思 意念 判断的 传讲的 是好像最后最后 神把好与坏鱼 分辨出来 拜子麦子 分辨出来 你要得到这样的恩高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 我们要教导的 今天也给大家 有一些挑战 我们讲的道呢 我也特别跟各位说 我们讲道不能 虽然我们的道是长 你们听牧师讲道长 但是我的道不抽象 是就是那个东西 对不对 我给教会的 有神的带领 是就是是 这个东西 是 我们查验查验查验 之后我们要 把一个人 带到神面前 主在你身上的 每一旨意是什么 你牧养他 这样他才能 从他的问题里面走出来 所以有一些抽象 观念的东西是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在末世时代 时候将到的时候 越来越清楚 神祝福 祂的话语 也祝福听到的人的心灵 然后最后说什么 最后说 第五 说什么 看啊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什么事情 在那个时候 是讲主耶稣 上十字架的事情 对不对 也讲到 今日 当这个时代 走向末日的末时 的那个时刻 你们会发现 有一些 其实当最最大的挑战 要临到的时候 最黑暗的事情 又要发生 但是有最大的得胜 又要来到 阿们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呢 主耶稣要被钉在石架上 这是黑暗的极限 对不对 把绳子钉在石架上 但是呢 最大的救恩工作 要成就的那个事要发生 对不对 所以那个事情 黑暗的实力 就是跟天使天军 争战的最猛烈的时候 到什么地步 连使徒们 全部失去信心的样子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离开主 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主 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他也许可 他也让自己活在这样的光景 只有剩下我一个人 主耶稣过后 还有谁遇到这样的事 使徒保罗 对不对 各位看提摩泰后书的时候 他第一次审讯的时候 全部人都离开了 门徒们全部离开了 他的属灵的儿子 可能提摩泰 全部都离开了 只有剩下我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不是我一个人 乃是主站在我的旁边 在那个他被审讯的平台 他把福音传名 叫所有在罗马的人 都听到福音 阿们 各位了解吗 也是保罗 他就遇到这样 我跟各位说 不是每个人能走这条路 实在是这样 我今天 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主说 不是每个人能够走这条路 但是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他们心灵里面是 主啊我愿意 愿意的人 也有 是有的 不多 但是你要挑战他们 你不知道是谁 现在还没有走完 你不知道 但是你挑战每一个人 但是当你挑战 你要告诉他们 独自一人 各位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要跟从主的时候 你真的要完成一个使命 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真的是独自一人 你不要看 我旁边的同工支持我 人喜欢不喜欢我 我讲道的时候 人听不听 我的配偶能不能体贴我 不要看这个东西 当黑暗笼罩的时候 有时候你 只有你一个人 你要祷告 你要得到主的旨意 要完成那个使命 各位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说 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文刚丽文 你要带领JB生命堂 昨天很蒙恩的聚会了 我知道大家都分享主恩典 但是有一年重要的挑战 我们汇军传道 要正式带领英文聚会 年轻人的施工 然后甚至一年两次 可能你要 我拆排他到Pinang去 他要在那个地方 跟这些remnant接触 你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你们在 你们的有一些 侍奉到现在 你们发现 有一些突破要领导 有一些弟兄姐妹 比如像惠珍 你要 就是明年要开始 part time要读升学 惠珍在哪里啊 对 惠珍今天 她就是在这个 这个医院 因为她是在 那个emergency那个地方 ICU做工 所以她每次 都是这样的光景里面 有时候不能去 但是使命是在 所以甚至想放弃 这个东西 或者做part time 然后读升学 就往这个地方要走去 我们每位每位弟兄姐妹 你们自己的生命 你们跟从主的世上 你们发现 如果你们真的要走 那个十字架的道路 有一天 你们发现 你们独自一人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主的同在更明显 如果你的眼目 不要看人 不要看环境 不要得人的支持 只要得主的 那个时候 你只有靠着圣灵 神的道 只有爱圣民 我们牧养人的人 会受伤 但是不要怕受伤 我们会失败 但是不要怕失败 因为主已经在 十字架上 他面对了 最极限的伤害 人看起来 最极限的失败 他已经在上面承受了 所以现在把那个榜样 给我们 叫我们刚强壮的 所以要完成这个使命 不是每个人能做的 但是能够做的 听得懂的 你们跟牧师一起走 这条路 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会遇到各种的人 我们要open heart open mind 那个地方 这是我给大家的事情 你的家庭要突破 你的师父要突破 你跟人的关系要突破 这是你一定要明白 什么叫独自一人 因为你的眼睛 一直在看很多人 所以看不到主 这是最后最后 主教我们确认 时候将到 有这样的事 要来 各位看得到吗 那个climax 主耶稣每次讲 时候将到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 现在已经是了 那个 最后 还没有最后 最后 我们看 所以在时候将到的时候 主要怎样面对 最后的时代 然后得荣耀呢 我们一起看启示录好吗 各位看启示录 启示录第十一章 讲到两个见证人出现 两个见证人出现的时候 各位看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凉度的杖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measure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 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 他们要见他圣城 42个月 42个月 三年半 你可以这样说 上帝是 继续走向末日的时候 他量出谁是属于他的 重生的 属于我的 对不对 绵羊 但是呢 他也知道 所以这个院外 院外 外院 其实也靠近圣殿的 但是他们是外邦人 不要量 各位这个讲什么 我们教会一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马上 不是每个去教会的人 都是在院内的 都来圣殿 但是有些人是在院外的 各位理解吗 他们是外邦 换句话说 信跟不信的 一个区分会出现的 这个区分要出现 就是刚才我讲的 对不对 有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山羊 有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绵羊 这样区分的时候呢 现在有两个人出现了 我要使 所以这个区分的 这个外院的外邦人 他们是践踏 他们是践踏圣殿 所以他们是逼迫真正的信徒的 然后第三节说 我要使我的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道 注意听 他们是传道者 1260天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 是象征性的数目吗 也可能是真实性的数目 1260天 差不多三年半 所以他们大而有力的 最后传道三年半 他们就是那两颗橄榄树 橄榄树代表 油 对不对 圣灵给油的 对不对 他们就是那两颗橄榄树 橄榄树 对不对 Oleaf 3 然后呢 他们也是两个灯台 灯台代表什么 代表教会 对不对 教会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哪里出来 他们的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从哪里来的权柄 神来的 神哪里 为什么赐给他们 神的话 因为他们口中有神的话 然后他们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必塞不下雨 这个世界最需要 这个有雨嘛 才有耕农嘛 现在的人要什么 石油嘛 对不对 也换句话说 雨是丰盛的意思 丰盛 这个世界的人都要 丰盛 平安 安康 稳妥 这些 material blessing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两个人很麻烦 他们就 传了神的话 塞住雨 所以世界会不会喜欢他们 实在不喜欢 对 实在不喜欢 所以塞住雨 这二人有权柄 传道的时候 日子叫天必塞不下 又有权柄 叫水 变为雪 所以人需要喝水 变成不能喝了那个光景 水变成雪 也可以说 这个意思很多人死 很多人死 所以呢 流血嘛 水全部都是尸体 好像这样 这样的光景里面 但是这个都是象征性的东西 这要讲 末世时代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摘扬 攻击世界 随时随意 这个字太大了 对不对 我想怎样就怎样 这个光景 但是第七节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从吴底坑里 现在吴底坑 这个 就是 邪灵受限制的一个地方 他的力量受限制的地方 我启示录讲过 上来的那个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两个见证人 重生来的 被杀了 然后十一节说 过了三天半 各位都知道 圣经讲三天半 一天代表一年 三年半的意思呢 有生气从神那里 进入他们里面 又来了 对不对 生灵的恩惠 能力再次临到他们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 有大声从天上来说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 也看见了 各位这是什么 圣民被提的日子 启示录的奥秘 其实都有一些属灵的意思 在里面 不能直接这样解释 但是呢 各位有几样东西 在时候将到 刚才五样 我已经讲了 对不对 然后人会把你赶出会堂 甚至杀你 然后甚至你独自一人 这样的光景 但是圣灵的工作是强烈 更猛烈的时候 那接着谁来 接着两个见证人 两个见证人是谁呢 两个见证人 我已经解释了 在这边没有办法解释 解释了 就是我们一点都没有结束 两个见证人的意思 就是代表两种圣民 两种圣民 一个是犹太圣民 相信基督的犹太圣民 Messianic Jews我们讲 另外一个是外邦圣民 所以这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不对 向外民做见证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向谁做见证人 像犹太人跟外邦人 希腊人 对不对 只有两种人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犹太跟外邦 神的学民 旧约学民 还有到福音到了地极的时候 外邦人也得到福音 只有两个 但是我这样讲 圣民的话 太广了 大家没有 那个解释 没有这样读到 所以 我读来读去的时候 我认为说 这个两种是特别的 不但是一般教会的圣民 他们是必定是怎样 他们是必定是 不但是圣民 他们是渔民 就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亚伯拉罕 达卫时代的大卫 像圣经里面的约瑟 但你里这样的人 我们叫渔民 对不对 这个 以赛亚有一个渔民的观念 数顿子 对 当以色列全部都是 只有没有真正的拜上帝 只有口里面有上帝 心没有上帝 神说 我把整个数顿子 把历数上述 看法 只有剩下数顿子 那个余圣的种类 那个真正能够把福音的精神 奥秘传递的人 这样的人我要存留 他们分散会帮我做见证 他们是真的把福音传递的 那样的子民 就是现在我们教会 一直在做的渔民 为什么我到处去要得着 美国也去 中国也去 哪里都去 这个渔民得着他们 所以教会里面有两种信徒 一种是亚伯拉罕 一种是罗德 都是上天堂 都是会 艺人会见到主的 但是 在世界是被 失忆困索 被黑暗笼罩 然后这样的逃亡 将王城的罗德 跟 为义人祷告的 亚伯拉罕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一定是 这个两个圣民 各位会知道 他们是 渔民来的 他们是 犹太圣民里面当中的 最重要的 他们是 能够把这个福音 向犹太人敢传讲的 现在犹太人的时间表 还没有到 但是这样的人会出现 然后还有外邦人当中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是外邦人 但是外邦人当中 也有这样的人会出现 那么 这个两个人出现 代表有一些东西 第一 犹太圣民当中 有这样的 奇特的人物 对不对 非同凡响的人物 这样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代才有救 那个犹太人才有救 换句话说 犹太人信主的日子近了 主耶稣说什么 当他在临之前 一定是 无花果树 发嫩掌业 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 他们会再次柔软发嫩掌业 然后你们就知道 人子就在门口了 人子 对不对 夏天就要来了 人子就在门口了 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 在末后的末后 最后 有这样的犹太渔民 犹太人 Juice Believer 会起来 这个是我讲罗马书十一章 你们一直听不懂的那些地方 我下个礼拜 后个礼拜 我再讲 尤其是我讲到 以色列这一块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圣民要懂一下 福音也是 走一圈一定要回到以色列国 但现在我知道 我们通常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我们比较不太管 我们就管 这个外邦人 但是以色列的时间表是重要的 现在外邦人 当中也是这样的渔民 就是起来 已经有了 对不对 我们都会看得到 所以这个福音继续传遍 在外邦人数得到满足的时候 这个福音一定会到以色列 OK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末日很靠近 因为犹太民也是这样 要信主的事情发生 第二个讲到什么 第二个讲到 这个两个见证人 大家有能力 对不对 所以特别是末日 跟能力的领导 是很有关系的 阿们吧阿们 末日最重要的时刻 有最大的能力被赤下的 这个一定是基本原理 对不对 所以在秋雨 秋雨是五旬节的时候 秋雨临到 对不对 圣灵降临五旬节 使徒们起来 正道 三千人可以信主 神级一能信出来 最后的最后也是春雨 对不对 春雨 春雨下完就夏天了 就主耶稣来了 临到了 所以也有这样 对吗 春夏秋冬 对 春雨对不对 所以有这样的恩典 就会领到 有这样的见证人 起来 所以我们都会得到 这样的能力 末日 我们是不是 这两个见证人呢 这个我不能回答 这是你们 一直要确认的 神用他的道 得着人 如果你听到这个道之后 心里有反应 心里觉得 真的在浪费光阴 我的磁光 我的精力 全部被这个世代吃掉了 忽然间醒悟过来 感谢主 神是用他的道 来兴起这个两个见证人 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 我们多分析一下 他们是谁 第一 他们是传道者 传道者 对不对 他们是怎样的传道者 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传道者 教会很多传道者 预言家 什么 行神机 异能的 很多 也传道 我跟各位说 他们是穿着毛衣的传道者 他们不是 只有给人舒服 传成功神学的传道者 他们是穿着毛衣 所以谁穿毛衣啊 施洗约翰穿毛衣 施洗约翰是一直讲悔改的信息 伊利亚穿毛衣 伊利亚是叫雅哈王跟耶喜别 还有那些假先知很讨厌啊 就是必塞不下雨 对不对 伊利亚 我跟各位说 最后的这个传道者呢 他们是穿毛衣的 他们讲的信息是叫 这个只有要满足肉体 来称耶稣为主的人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他们是穿毛衣的 所以你可以想他们传的什么信息 各位会知道 对不对 传1260天 三年半 然后另外 都放下来 除了他们是传道者 然后这里说什么 凡想要杀他们的 凡想要杀他们的 对不对 害他们的 被杀 所以呢 各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传道者呢 他们讲的话 本身啊 他们讲的话 本身是神 绝对成就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人啊 无论用怎样的思想 信念 钱财 要突灭 试探 影响 就是把这样的人 要挪去 要胜过 没有办法胜过 因为他们传的是真理 OK 注意听 除了真理以外 他们也传出在 末后时代的 神的旨意 这个很重要 我今天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就是你传道 现在很多人传道 但是那个道是抽象的 那个道是不能叫 现在的人 听的时候呢 心里扎心 然后悔改 然后看到末世的临近 然后撇弃一切 要跟从主 除非那个道 不但是真理 也把现在 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 上帝的急迫的心意 神的美意传出来 使人能够扎心悔改 所以他们的道士 很清楚把身 不是优秀的传道者 我为我的同工祷告 你们 我们教会已经习惯 喜欢很优秀的讲道者 哇 这个牧师很优秀 哇 他很有风格 你们喜欢这样的讲道者 所以很喜欢 好像Antony Robbins 这样的人出现 Positive Thinker 他们讲的 哇 能够呼风化 人很喜欢 但是其实空的 但是有一种讲道者呢 虽然讲不是很有口才 但是神的旨意是这样 这个时代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出 人的心机 人的心境 是怎样的光景 看得出来的时候呢 所以他才能够 透过神的话 讲出叫人悔改 因为讲中了 所以这样的道呢 有没有 在教会有没有 在美国 北美 中国 新加坡 有没有 所以一下子 你打开新加坡教会的 很多牧师的信息 你会发现 都是叫人舒服的 不是穿毛衣的 穿着毛衣 讲道 但是有神的爱 神的恩典 也叫人悔改 有这样的信息 要讲 所以上帝绝对会成就他们的话 所以凡要害他们的 会被杀的 我今天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 现在你讲的话 我现在讲一些比较实际的 你们会了解 在这个末后时代 圣灵很强烈的 我面前说 会感动人 如果我们讲的话 你发现每一次 讲了就是废话 没有成就出来 人听了越来越烦 那些话你最好少讲 对不对 少讲 因为圣灵要把 他的声音 他的言语 赐给人 这个两个人是怎样 再讲一遍 他们是橄榄树 两个橄榄树 两个灯台 各位了解吗 换句话说 他们是圣灵的代言人 圣灵是油嘛 橄榄树是油 圣灵是油对不对 用油来象征 把油供给灯台的 所以这个渔民 把油供给灯台 灯台是什么 灯台是教会 教会 所以他们传出的神的旨意 是把圣灵的意思 心意供给教会 供给圣民 叫圣民醒过来 醒悟过来 理解吧 所以凡要杀他们的 这个世界也好 这个教会里面的宗教徒也好 还是为着自己利益的人 要害他的 没有办法胜过 因为神成就他们的话 然后上帝必定 授权给他们 为什么呢 使他们能随时随意 这句话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随时随意 为人祷告 我们随时随意 奉主的名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能随时随意呢 你们回答我 随时随意 不是按你的心意所想的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人 他跟上帝是合一的 神要做的事他们知道 神要审判的谁他们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们传出的话 是完整的跟神的心意是合一的 所以随时随意 所以才能够带出这样的功效 我跟各位说 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父母 我们跟孩子讲的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没有权柄 因为你讲的话 没有成就出来 就叫我烦 孩子真的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的 然后会怎样怎样 什么成就 越读越险 听你的话越没有力量 各位了解吗 这些话 这些话 讲出去 或者你一直奉承人 公司里面 人越来越讨厌你 你奉承人的话 没有达到果效 反而叫你受害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你的话没有成就 因为你是按自己的意思 但是有一些人是 他按着神的真理 判断 接触人 讲得诚实的话 然后真的 该讲的讲 该安慰的安慰 该要责备的责备 诚实的话 很奇妙的 他的话成就出来 听的人得到祝福 不听的人受到害处 所以这样的人呢 很直接的 凡要害他们的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用这个世界的理论 道理没有办法胜过 他们口里面 所传出的神的旨意 各位这就是波士时代 圣灵会加给圣灵的 东西来的 时候将到 神会把这样的恩典 加给 真的有耳朵 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的 就是这个 今天其实 要年底嘛 不想给各位这样 heavy的message 但是呢 这是没有办法 如果我现在不讲的话呢 这个我就忘记了 因为我从宣教回来 我知道上帝要我讲这个东西 我一想到今天要讲什么 四个字就出 时候讲到 就四个字就出现了 所以我就全部圣经 找出来这个地方 然后启示录 我就看 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呢 会怎样 他们做完所有的见证 把该讲的都讲了 神许可他们被害 神许可那个无底坑的兽起来 胜过他们 世界的力量 就世人的力量 会那 胜过杀了 什么杀 所以这个 启示录杀也是很多意思的 杀是怎样 要真的把他们杀掉 也可以这样 像埃西斯一样 把圣徒杀掉的 杀也肉身死 或者被禁止 使他们没有办法再传 所以接着法律要禁止 接着怎样要禁止 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思想 最近有一个姐妹问我 牧师啊 是不是末世时代 越来越难传福音了 我们会被禁止 你们自己看吧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 会怎样的事发生 但是圣经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讲的时候呢 你们自己判断 如果有些人要讲真理 有些人说 也不能这样做 这样是罪 谁说的 全世界起来攻击他 然后把他关进监狱 这样 好像这样的事情 有证兆出现 有这样的事啊 有出现 但是神许可 为什么神要许可 这样的人受害 因为要让罪恶满盈起来 这个义人受害 每次神审判这个世界之前 是义人受害 对不对 有这样的事 要出现 义人受害 所以天 索多玛俄摩拉要灭之前是怎样 最公义的天使 对不对 进去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每些人全部要跟他们 就是 就是要清交 这样的光景啊 这个索多玛俄摩拉 怎么能够天使啊 我们有时候 我们是软弱 我们没有罪人 有时候我们也是 我们骂人 人家骂我们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公义 越来越只有把神的道传的时候 人因这个东西来讨厌你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知道了 那个时代是快快要结束了 那个审判或者有些审判快快要来了 有些情况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就看报纸 大地震 大灾荒 大什么 那个Paris啊 哇 忽然间很多人死啊 啊 恐怖分子 我们要小心啊 做MRT要小心啊 做什么要小心啊 就绝对想这些东西 各位 其实不要这样看 其实一定是有公义的使者 有公义的传道者 讲了有一些话 人拒绝 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拒绝救恩 拒绝神的旨意 所以有这样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有一些原则告诉我们 罪恶满营之后呢 所以很奇妙的 最后怎样 生气再次临到他们 所以死而复活 最后最后 他们再向这个世界宣布 世人都看到他们惊讶 然后很快的 主来临 他们驾在云彩被提了 一个被撇下 一个被接上去 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七个碗倒下来 就是历史的结束 那个时候盼望 我们不在地上 如果你在地上 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你接上 现在我讲的信息 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个切据 当那个时候来 我们是知道自己会被接上去的 讲完了 最后 就是完了 我们已经 时候将到 有这样的事来 两个见证人要出现 你是不是那两个见证人 你正在望着 这两个见证人的 这个生命 有见证 有信息 得着 祷告 听到圣灵的声音 来活 来向人传道 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父母 是不是这样的牧师 或者会友 基督徒 也向这个外邦人 传见证 做见证的 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问 自己问 一直问 问 所以呢 越来越看 自己试了 世界的人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欠的债 越来越多 因为买越多 房子 车子 手机 袋 越来越多 你是 越来越简单 车子可以开就好 对不对 房子可以住就好 东西可以用就好 然后 关注 Tranfling 你们看 我们这边都满了 桌子全部拿掉了 那天我们五六十个孩子 我们弟兄姐妹说 热得半死 在那个地方 但是 没有一个孩子觉得热 只有老师觉得热 但是 因为孩子都听 六十个孩子 他们 他们说 其实跟我们的孩子 我们孩子三十个 亲朋友三十个 我们教会第一次 办儿童步道会了 我是去了 那个 唐牧师的儿童步道会 我说 对不起 唐牧师讲的 我全部忘记了 我就记得他说 教会不做 儿童步道会 OK好 我回去做 我就回来跟弟兄姐妹说 说就行 OK 做 我们向孩子传福音 因为 孩子实在心灵里面 他们现在的孩子呢 也得到很多情报 他们变得很快 受到的冲击很多 不传福音的话 传什么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一次做了 就这样多了 全部满了 从后面满到 满到后面的 那个两个房间 我们地方有 这样就用 很多弟兄姐妹站在后面了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 This is a happy problem 各位了解吗 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跟各位说 我从教会长大 我听到的最多的见证是什么 我们教会里面最喜欢讲的 我们教会今天建堂 有谁奉献一百万 有谁奉献两百万 哈利路亚 我们祷告祷告 没有教人 我们就祷告祷告 钱就进来 然后我们又见了一个主 又见了一个主 只有这个见证 没有其他的见证 只有得到财富 得到多一个礼拜堂的见证 我奉主的名讲 只有我们得到一个地方 就是教会有相聚的地方 就好了 各位理解吗 就好了 租下来 不用买什么自己的地方 十年来的这个地方归哪里 回到新耶路撒冷吗 所以这个观念也是 教会已经每次讲见证都讲这个 所以主要牧师 也整天祷告这些东西 虚妄的东西 主要赐我们的话 主会赐给我们 主不可以赐给我们的话 你们知道吧 从这边坐到这边 你们坐上台上 你们都坐下来 然后听神的道 这个就是摩世时代的教会 主祖父各位 最后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呢 你们要跨越个人的领域 所以我跟各位说 无样东西 我时间还没有到我知道 跨越无样东西 这个是我在新的一年我在讲的 这个无样东西 我新的一年会多讲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多讲 但是无样东西我们要跨越 第一 教会的祭坛 我们讲到教会的祭坛 就是所有我们教会传讲信息的人 对 牧师传到长老 小组长 你一定要有一些领域要突破 教会的信息 那个要能力化 你要能力化 你一定要 第一要有真理 然后第二要实际化 一定要能力 所以教会的信息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完全的信息 我也不能 没有一个人能 我在大陆去 你们不要压力 但是既然主教我们站在台上 我们是要翻开圣经 要讲道的人 如果你讲得到 教弟兄姐妹听了 知道但是不会做出来的 知道也不会做出来的 我们再祷告 再祷告 因为你的道还没有办法刺到他们内心 还是在祷告 在实际 再有能力 到他们听了 不得不要站起来 要跟从主 这个就是我给所有讲道者的一个挑战 OK 我们所有讲道者 所以我先给我自己挑战 我很公平对不对 我先给我自己挑战 我们是讲道者 教会里面如果花时间搞节目 搞那个东西 是一大堆高建堂 没有时间讲道的话 教会就死了 建礼拜堂起来 但是都是尸体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末世时代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道要火 现在道这边传 然后呢 世界各地传 所有人都会听到的 各位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教会的时空 怎样世界性化 那个东西是 我们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讲生的道 新加坡没有 欧洲有 欧洲没有 加拿大 没有北没有 没有没有 中国有 中国都没有了 这个阿拉伯国家有 回教徒开始会新 你这个都没有 回到耶路撒冷会有 所以一直要找到 属神的子民 用纯正的道来讲 所以我们要祷告 我们讲道的人 下面要牧羊 你没有牧羊 你怎么能够讲出 有真正能够刺入人心 人真的需要的道 所以教会都会牧羊 第二 个人生命的突破 如果各位经典 还是在一些问题里面 走不出来 但是还是来到教会的时候 有时候来教会也很辛苦被拉扯 我先讲不容易 因为这个末世时代 是这样的文化风气 但是你心里面也很内疚 为什么每次主日一有事情 我第一个就是放弃主日 然后去搞家里的事啊 什么事对不对 或者公司的事 各位这是你我都面对的挑战 不容易啊 如果你还是走不出来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到年底了 有新的一个开始 你听到了这个信息 时候将到 为什么主 继续把越来越实际的信息 要给 就是要唤醒人 OK 要唤醒人 所以个人的生命 一般上 我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跟从主 很多的理由 但是主要的是什么 因为你自己要得到的 跟主要给你的不一样 有分歧 我想得的 我的事业 我的事奉 我的关系 还是什么 很想得的 recognition 还是你想得 你问 问你的心灵 你想得什么 然后一直得不到 一直得不到 有些人是想得一个好感 感觉 得不到 但是主给你什么 你要多想 主给你的是什么 从主给你的来得满足 主你给我的孩子是这样 就这样 你给我的事业是这样的 我赚这份钱 就这样的钱 就够 好 你给我的教会是这样 就这样 一直到你祷告 征战到这个通了 然后你发现 你来教会 亲近神的心 自然会起来 其实我们自己里面 有仇敌 你自己要得的 跟神要给你的 有差距 所以你因那个理想 达不到 心里面 有挣扎 一句话来讲 所以要突破的地方 第三 第三 跟家庭跟地区的接触 这次不到会完之后 当中有很多 我们前两天来的 弟兄姐妹 我是这样想说 我们教会可能 明年我也不知道 还是我们不到会多做呢 还是不到传福音 如果各位真的很有迫切 每次不到我愿意要带信任 还是什么 我每次都会传讲 上帝会给我信息的 不到信息 其实差不多都一样 对不对 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每一次强调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 我们在这方面 主有感动各位 各位跟我讲 但是我知道 我们邀请了人来之后 我们一定要接触 实在是要接触 认识 你越认识人心里面的光景 这个时代的问题 人纠结的地方在哪里 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 你更贴切的 这是一定要接触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人 绝对不要封闭自己 封闭绝对不是传福音者 别人的事我绝对不管 你要管 所以我每次说 属灵人是多管闲事的 比较给拨一点 随着家喻的事 随着自由的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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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心里祷告 然后接触传福音 因为你在乎的是人的灵魂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接触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个人 个人 不法知识争多 人的心越来越冷 人只有看电脑 人就在家 也就是这样 手机 什么都不管 不管人 只有有一些 有生命力的人 再次起来要接触人 对不对 我在北美 你们知道吗 我跟那些年轻人 一开始讲话的时候 连看我都不看我 这样啊 Pastor Vincent OK OK 这样讲话的 你们都知道 美国孩子嘛 我行我书我怎样 就这样 对不对 我跟你们说 到西方国家去的孩子 他们很新 尤其是东方到西方 家里是东方文化 在学校是 我想怎样就怎样 的那种文化 Sweet Identity Crisis 所以不要移民啊 我跟各位说 再讲一次 不要移民 你要移民到中国 没有Crisis 开玩笑的话 主为你预备哪里 你在那个地方 你融入那个社会 影响那边的人 然后有一天 神一定会使用 主耶稣在 加利利 他的整个的施工 加利利 拿撒冷有什么好东西 在那个地方 耶路撒冷的人 能够听到他的事情 对不对 他90%的施工 是加利利人 是一个反派分子来的 有这样的人 能够把福音 传到耶路撒冷 我们在新加坡 这样小的地方 能够把福音 传到北美 中国 哪里去 对为什么呢 因为以神 给我们的为满足 然后忠心的牧养 主放在我们旁边的群养 就这样做 OK 然后家人地区 神给你的公司 去什么 接触 人的问题 差不多都一样的 人的问题是 多多少少都一样 来来去去都一样 然后第四呢 圣公的参与 这个地方 牧师也讲一下 圣公呢 施工呢 上个礼拜 文刚长老的信息 已经讲了 大概也听一下 其实他讲来讲去 讲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时代的人 你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要接触 我们讲到的人 我们也是 你们知道吗 我的WeChat里面 一天有六百个信息 出来 然后 有些不能回答的就没有回答 这样 自己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的接触的 电脑的要做 还是什么 也讲到的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接受挑战的 主给我们怎样的施工 你做 后面video的 拍一只的 还是什么的 主你不要选择 这是都是要完成这个大使命 最蒙恩的事奉 最蒙恩的事奉 并不是你有恩赐 你有恩赐的事奉 很多人觉得恩典就是恩赐 谁说的 恩典是你愿意 最蒙恩的事奉是你愿意做 没有人要做的 我做 没有人要做的 没有人要做的 我的长老 我的长老娘 天天把我的信息 每个礼拜放上去的时候 三年四年这样做的时候 福音的门打开到全世界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愿意 教会是找愿意的人 不是找有恩赐的人 在愿意里面 恩赐会临到 所以圣公 无论是讲到的事奉 无论是网纪网络 还是行政的东西 愿意的人 主找你们 所以看到破口 补上去的 主祝福各位 然后最后 在整个世界福音化的事公里面 我们可能我们是这样想 我们设立一个团队 我从北美 主就给我这个想法 一个眼光 回来之后呢 在这个世界性的一个事公里面 一个团队 可能马来西亚有 新加坡也有一些全职的 中国也有 可能今年 明年可能多请一两个 这样 有这样的人一起来 把整个的互联网事公 社交媒体 这些东西 全部建立起来 全部建立起来 就在这个 整个世界性的事公里 又怎样把福音传出去 那么 本会不用照顾 需要 我们在这个地方 无论有怎样的人进来 我们都接纳 不管怎样的人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管怎样的人 教会里面是没有分等级 有很低迫的人 低落 有很高尚的博士 有就是潜在充满 有家庭离婚 什么都 教会只要有这样的人进来 你们要祷告 要接触 什么种人都有 你会了解吗 但是呢 在这个本会里面 所做的 所看见 得着的证据 是一定要望着地级走去 完成那个使命 然后这个才是 主讲的一个教会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有本会 好像安提亚教会 但是保罗由 宣教旅行 第一 第二 第三 对不对 有这样做 所以教会的整个的意向 我已经给大家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时候将到的时候呢 那个进度来讲 大家的有一些固定的想法 放掉 放掉 然后完成 主托付我们的使命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主你用你的道 主 教官我们 使我们知道 主啊 你爱我们 你爱教会 主 你爱你宇宙性的教会 你的心腹 主 在你要成胜你的心腹 是他圣洁无有瑕疵之前 主 你设立了很多很多 地方的教会 主 把你的福音传扬 在这个当中 主 你继续兴起愚民 有时代的一个主的门徒 怎么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传下去呢 求主亲自来 建立你自己感动我们所做的功 主 我们啊 今天主 你的仆人把道传了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完全的领受 但是这是你的道 你自己会成就 你自己让这个道 在人的心中再次运行 使我们都能够想起 在新的一年 我们进入的时候 继续想起 当我们受试探软弱的时候 继续想起 主 求主成就你的话语 主 我们也感谢你 也赐给我们 有这样蒙恩的教会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相聚 有看起来是很简朴 但是心灵却是活的 求主自己祝福你的教会 在各方面 主 让这个教会 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光和眼 主 让这里每一个人 就听到你的道 能够羡慕三公 能够渴慕要得着主 为我们预备的基业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自己成就你的美意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我 聚能够羡慕要得着主 为你 你